100毫升等于多少克 在生活中我们一般会用多少毫升来表示液体 或者用几克来表示固体的质量 那你有想过100毫升等于多少克吗 毫升是一个容积单位 跟立方厘米对应 一升等于1000毫升 1000毫升等于1000立方厘米 毫升符号用ML表示 克为质量单位 1000克等于1000克 克是千克的千分之一 符号表示为G 克和毫升是两个不同的单位 它们之间不能直接换算 想要换算就必须知道液体的密度 根据公式m等于肉乘以V 也就是质量等于密度乘以体积 比如已知汽油的密度是每毫升0.70至0.78克 假设我们简单取汽油的密度是 每毫升0.70克 所以体积微为100毫升的汽油质量是m等于0.7乘以100 也就是100毫升汽油的质量是70克 加密度是100毫升0.70克